前段时间陈奕迅的新歌《孤勇者大火》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 其实是他送给一位特殊粉丝的礼物 而这位特殊粉丝 就是这首《孤勇者》的作词人唐田 一个用生命写歌的癌症患者 05年大学毕业 勤奋加篇幅让他短短几年 从小柱里蜕变成炙手可热的作词人 周比昌的笔记 超女主题曲唱的响亮都出自他手 他把情感寄托笔尖 写下一首首经典 随便放两句大家听 就在事业不摇直上时 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2011年大年三十 他回家过年 北京的朋友帮他取了体检报告 没想到确诊已咽癌 消息如晴天霹雳 在微博上他说 当天正在吃团年饭 我行尸走肉般吃完 躲进房窟 我写了好多愿望 最重要的一条是 我要活过我父母 他发了一张照片 来告别以前的自己 还说之后的人生 怕是大不一样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人生骤变 他瞒着父母独自一人 回到北京 办完所有不愿手续 33次放聊 两次化聊 八次靶相 体重骤解 嗓子溃烂 失去味觉 嗅觉 在充满希望的年纪 命运 却想抢走他所有希望 没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总会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持 偶像陈奕迅 还没唱过自己写的歌呢 他特别欣赏陈奕迅 因为他也是个音乐人嘛 他就想让他 喜欢的艺人来唱他的歌 身患癌症的消息 后来被父母得知 他们赶往北京 泪流满面恳求医生 一定要把女儿救回来 可医生却说 他的病有严重后遗症 即便能好 耳朵可能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得知这个消息 他只写下一句 我不是泡沫 我多荣幸 我可以活 苦难是什么 够不够用来唱歌 于是他以笔为鉴 直指苍天 写的每句歌词 都是对命运的不甘 我只活着一世 拼个有艺术 我带着伤 也带着希望 摔不碎我 只会让我更强 接下来 抗挨九年 他将自己跌入谷底 用相似而生的生命力 全部融入歌词 追光者体面 海底如愿 不管歌曲多么伤感迷茫 但最终的落脚点 一定是祝福和希望 陈一讯得知 他专门为自己写了一首词后 紧紧握着他的手 告诉他 一定能坚强 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 不辜负他的期望 在歌词里 唐田倒进了自己 跌落深渊 绝境不屈的心 如今一首雇佣者 全往热传 有人说 这首歌写给英雄联盟 也写给平凡又无名的人 写给陈一讯 也写给他自己 披荆斩棘后的唐田 用歌词诉说着 勇气的赞歌和生命的热爱 正如唐田一样 每个对异平凡的人 都是自己的英雄